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精挑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你的味蕾,带来三个令人垂涎欲滴的食谱 首先是拉夫尼特,吉尔的开心果和覆盆子迷你蛋糕 这款无肤质甜点适合提前准备,让你的下午茶更加美味 接下来是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战时水果蛋糕 多灵,宾德将他婆婆的珍贵食谱送给烘焙专家 让这道经典美食重现风采 最后,我们将介绍一款烟熏尊鱼配蚕豆,辣根和西洋菜沙拉的食谱 这道菜结合了新鲜的食材和独特的风味,让你的味蕾大吃一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繁忙的现代社会,许多人都在寻找简单而美味的下午茶点心 拉夫尼特,吉尔的一款开心果和覆盆子迷你蛋糕无疑是理想选择 这款蛋糕不仅美味,还能提前准备 让你在忙碌的日子里也能享受甜点时光 作为Guardian推荐的热门食谱之一 这款蛋糕不仅适合无肤脂饮食的人 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改用普通面粉 准备这款蛋糕只需20分钟 烘烤时间也仅需20分钟 所需材料包括 65克磨碎的开心果 65克磨碎的杏仁 100克过筛的糖粉 50克无肤脂普通面粉 一点盐 80克无盐黄油 120克蛋白 约4个中等大小或3个大鸡蛋 18克覆盆子和20克杏仁片 首先,将烤箱预热至180摄氏度 风扇模式为160摄氏度 准备9个迷你蛋糕模具 可以使用涂了黄油的西胶模具 然后,把开心果 杏仁和过筛的糖粉 放入大碗中搅拌均匀 加入面粉和盐 再将融化并稍微冷却的黄油 倒入混合物中 搅拌均匀 确保没有结块 蛋糕糊倒入模具后 每个蛋糕上放两颗覆盆子 和一些杏仁片 烘烤18横线20分钟即可 完全冷却后 这些迷你蛋糕 会成为你下午茶的最佳搭档 更多美食灵感 你可以在《卫报盛宴》 应用程序中找到 另一则温暖人心的故事 来自BBC 讲述了77岁的多林 宾德和他珍贵的 战士水果蛋糕食谱 多林来自罗瑟勒姆 继承了婆婆的家庭战士食谱 但由于女儿不会烘焙 她决定将这些食谱 交给即时餐 供应商Weltier Farm Foods 这些食谱中还包括一款醋蛋糕 这种蛋糕是用醋代替鸡蛋制作的 开发厨师杰斯罗 劳伦斯表示 这款蛋糕效果超乎预期 宾德女士感到非常高兴 当公司制作了两个蛋糕 并送到她家时 她更是难言喜悦之情 她表示 这款水果蛋糕 一直在我家受到欢迎 参与烘焙的厨师菲尔 李默也分享了她的经验 看到厨师们在配料有限的情况下 如何创造性的烹饪 这真是令人启发 他们稍微修改了食谱 添加了一层橘子酱油 为蛋糕增添了一股柑橘味道 这个小小的改动受到了一致好评 随着厨师们不断尝试新的食谱 诸如这些历史悠久的家庭食谱 又再次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最后 Telegraph上的另一个食谱 同样引人入胜 史蒂夫·道尼 来自萨莫塞特酒厂的朋友 寄给作者一些 来自Lokney的野生烟熏尊鱼 这款烟熏尊鱼搭配残豆 辣根和西洋菜沙拉 成为一道清新又独特的前菜 烟熏尊鱼和辣根一直是完美的搭配 特别是当你无法买到新鲜辣根时 几茶匙辣根酱也能达到理想效果 这道菜的准备时间仅需15分钟 烹饪时间更是短短3分钟 所需材料包括300克去壳的残豆 300、350克烟熏尊鱼鱼片 或一整条烟熏尊鱼 约450克 一大把西洋菜叶 30横线40克去皮的新鲜辣根 4汤匙优质蛋黄酱和柠檬角 首先将苹果醋和油菜籽油搅拌在一起 制作调味汁 残豆在盐水中煮2横线3分钟 沥干并冲凉 如果残豆很小 可以保留外皮 否则去掉较大残豆的外皮 鱼片或整条烟熏尊鱼均匀分配到盘子上后 将西洋菜和残豆与少量调味汁拌匀 放在上菜盘上 最后根据口味添加新鲜辣根 再搭配蛋黄酱和柠檬角即可上桌 这三个食谱展现了不同风味的美食魅力 无论是甜点 蘸食烘焙还是清爽的前菜 都能满足不同的味蕾需求 每个食谱背后都有着丰富的故事和情感 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它们的特别之处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这些食谱展示了多样化的烹饪创意 从无肤质甜点到复古战时蛋糕 再到充满风味的沙拉 这些菜肴不仅适合不同的饮食偏好 还能在不同的场合中大放异彩 首先,拉夫尼特·吉尔的开心果和覆盆子迷你蛋糕 是一款无肤质的下午茶甜点 它的主要材料包括墨碎的开心果和杏仁 糖粉、无肤质面粉、蛋白和覆盆子 这款蛋糕不仅适合那些对肤质过敏的人 还能在营养和口感上给人惊喜 制作过程相对简单 主要是将所有前性材料混合后 加入融化的黄油和蛋白 搅拌均匀后倒入模具中 再放上覆盆子和杏仁片进行烘烤 这样的甜点不仅美味可口 还具有高颜值 适合在各种聚会场合中作为点心 再来看看多林·宾德的战时蛋糕食谱 这些食谱来自于他婆婆的收藏 是二战期间的经典 这些战时蛋糕的特点是使用有限的食材 展示了当时人们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 如何创造出美味的甜点 例如,他的水果蛋糕加入橘子酱油 这不仅提升了蛋糕的风味 还让蛋糕看起来更加诱人 这些食谱不仅有历史意义 也让现代人重新体验那段特殊时期的烘焙技术 最后是烟熏尊鱼配蚕豆、辣根和西洋菜沙拉 这是一道充满风味的前菜 适合喜爱鲜鱼和独特调味的时刻 蚕豆和烟熏尊鱼的搭配 再加上新鲜辣根的辛辣味 让这道菜非常清爽且有层次感 调味汁使用简单的苹果醋和油菜籽油 完美地平衡了整道菜的风味 这道菜不仅适合在家中制作 也非常适合在聚会或晚宴上 作为前菜呈现 为客人带来惊喜 这些食谱展示了不同风格和文化背景下的美食创意 无论你是喜爱烘焙的甜点爱好者 还是喜欢新鲜健康的前菜 这些食谱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每一道菜都不仅仅是美食 还蕴含着制作者的用心和创意 让人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其中的故事和情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 拉夫尼特·吉尔的开心果 和覆盆子迷你蛋糕食谱 这个食谱不仅健康 无肤质 且美味绝伦 简直就是下午茶的完美搭配 再加上它仅仅需要40分钟就能完成 这样的效率真是让人无法抗拒啊 谁不想在忙碌的下午来一口这样的美味呢 哎呀 楚天书 这个食谱听起来不错 可是谁有时间在下午茶时光里 折腾这么多材料呢 你知道 开心果 覆盆子 杏仁 无肤质面粉 这些东西都不便宜 还有烘焙的过程 对于厨房新手来说 可能会搞得一团糟 再说了 为什么不直接去买一块现成的蛋糕呢 那可是省时省力的好选择呀 谢琪琪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但烘焙这个过程其实 也有一种疗愈的力量 你看 二战时期的妇女们在有限的资源下 烘焙水果蛋糕 那可是用心和创意的结晶 多灵宾德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将家传的食谱传给了厨师 结果那个战时水果蛋糕不仅成功 而且还给他带来了无比的幸福感 自己动手烘焙 不仅能享受美味 还能体会到无比的成就感呢 谢琪琪说到简单的美味 那烟熏尊鱼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有时候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 烘焙蛋糕 尤其是这种无肤质的健康选择 就像是一种对生活的仪式 这不仅仅是为了吃 更是为了放松和享受过程 再说了 现在有了智能应用程序 像《味爆盛宴》这样的APP 让烹饭变得更加简单和有趣 这么方便 谁不想试一试呢 楚天书 别忘了 有些人对烘焙真的毫无天分 就像我对数学一样 这样的APP在智能也改变不了事实 而且食材的价格和烘焙的时间 都是现实问题 相比之下 我还是觉得像烟熏遵于这样的菜肴 更适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 简单 美味 健康 三合一 这才是王道 烘焙蛋糕还是让那些有兴趣和时间的人去做吧 咱们还是直接享受现成的美味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哈啰各位美食爱好者 今天六博士要聊聊三个不同风格的食谱 保证让你口水直流 首先来看拉夫尼特吉尔的开心果和覆盆子迷你蛋糕食谱 这款迷你蛋糕不仅美味 而且还无负质 真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材料清单看上去也很友好 不会让你在超市迷路 蛋白 开心果 杏仁 覆盆子 这些个好料混合在一起 光是想象就让人垂涎三尺 更棒的是 这款蛋糕只需要20分钟准备时间 然后再烘烤20分钟 非常适合那些时间紧张的下午茶时光 对于那些拥有乳迷谢的朋友来说 这简直就是福音 而且制作过程简单 简直就是新手烘焙者的福音 记得在烘烤前要在每个蛋糕上放两颗覆盆子 这可是点睛之笔哦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那个战时水果蛋糕的故事 多林宾德女士的故事真是太感人了 她将婆婆传下来的战时食谱送给了Wiltshire Farm Foods 结果这些食谱不仅得到了回应 还被实际烘焙了出来并送到了她家 这个水果蛋糕听起来就像是一段美食与家庭记忆交织的历史 而且这还不止于此 厨师们还尝试了所谓的醋蛋糕 这里用醋代替了鸡蛋 真是创意满满 厨师们甚至还大胆地在水果蛋糕上添加了一层橘子酱油 这让蛋糕多了一层柑橘香气 这种创意和对古老食谱的尊重真是让人感动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道烟熏尊鱼配残豆 辣根和西洋菜沙拉的豪华食谱 这道菜可是非常讲究的 烟熏尊鱼的浓郁味道配上辣根的辛辣 简直是绝配 如果你找不到新鲜的辣根 辣根酱也可以拿来就及 残豆在这道菜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角色 让整个沙拉变得更加丰富 这款沙拉的准备时间也很短 只需15分钟准备和3分钟的烹煮时间 真是快捷美味 还有 别忘了那一大把西洋菜叶 这可是让沙拉变得更有层次感的秘密武器 最后 用苹果醋和由菜籽油调制的调味汁 更是让这道沙拉锦上添花 总的来说 这三道食谱各有千秋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简单而不失美味 无论你是烘焙爱好者 热爱家庭传统的人 还是想找寻健康沙拉的朋友 都可以在这些食谱中找到灵感 让我们一起在厨房中探索更多美味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